好了 继续来看这场三问对决 非常精彩 小孩首发 他首发是 表克里斯 对战大表哥的温尼萨 这场三文的三文战会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一下一批是小孩 二批是大表哥 大表哥所发 温尼萨没了 第一把 我感觉从这种上来说 大表哥胜算不是很高了 中间是吉斯华德 手底是二级当玩 板边抓起 好 这才考看嘛 对不对 气功拳 没成用 双重裂锋拳 没成用 小孩前冲 在这里是直接确认生龙了 吉斯作为一个boss级别的角色 在这个版本是存在感真的不合很强 小孩连续挖住 伤害也不高 表克里斯 98的真可表克那是很厉害的 对不对 好了八山下盘 三点前一之后 带叶子连断 叶子可以划之后 带千元音追加 那现在代表哥几只想凹一个当身 可惜没成用 哎 哎呀 表哥是绝碎多 那就胜率也会越高啊 二级当玩对战小孩的八神 哎 小孩的八神 腾计合持 对不对 小孩对于八神 那就是一个招牌的一个存在啊 但是他现在放弃八神了 你把三的性能 比克隆士太太太太多了 哎 表哥这个操杀却的失败了 好了 最佳协员之后 想压制对方起跳 但是代表哥起身堵成龙 二技能红王空中连人拳 前冲下c 可惜被小孩跳落 直接接八神 没了 记得关注再走